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千金小姐崔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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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金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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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报入都 急忙有人敲警央中龙凤鼓 忠鼓齐名 太子李治升殿 满朝关武参王败驾一臂 两相战利 中为倾家十二人 急鼓壮忠 早有啊 黄芒官告从殿头官 殿头官交给执庚者 有人报告了 左班丞相房玄龄 房玄龄守情像 雅虎板上千磕头 齐柄千岁 边关告急 下有折报在此 说完地上去 太监拿过来 往卢书案一放 李治一看 骂着眼睛 尝尝了 为什么 哦 我黄芙在那边被困 还没人解围呢 这边又打起来了 哎呀 北边起狼烟 已经到山西 山西 去长安 不算远呢 那不说呢 第二折报写得很清楚 敌人兵分两路 一路奔长安 一路奔河南 洛阳 山西土地 丢失太多了 中卫倾家 是这么这么个事情 怎么办 方学龄说 怎么办 兵来将党 水来土豚 虽然没兵 也得发兵 好歹呢 他是小古人马 号称于文国兵 二十万 我看呢 去压粮 运草的 把守关口 也没多少 以为臣之见 火速发兵 平灭反贼 据我所知 在燕门光外 阴山脚下 黄土城 盘踞的这伙贼人 就是当初 奸相于文化吉 他的儿孙 另外十八个反王 没有投降 我们大唐反唐者 都继续在那 成了气候 如果不一举揭秘 后患无穷 老清家 派谁好啊 朝里头缺兵少将 怎么办 微臣宝举 震惊元帅 马杰 马英俊 带五万精兵 去平灭 于文贼 可以 立刻问马杰 同意 马杰说 吃黄凤 报君恩 行 但有一样 光有兵 我缺将啊 当初 甲柳楼 结拜 那些个老英雄 还有他的 儿子 大部分 所以老主 出征去了 现在缺将 光有兵 有什么用啊 房玄陵 又出主意 这么办吧 把这小国公 都找来 就是甲柳楼 结拜 四十六 有他们的孙子 又带来十位 十元将 世袭小国公啊 就应该出政 马杰说 我还缺军事 缺谋事啊 光我们这儿像没头仓 就打仗 那能行吗 房玄陵说 我抱几个人吧 这人年轻 有为 素素博大 但是啊 胸藏锦绣 拂有良毛 熟读兵书战策 他是魏征啊 教出来的小徒弟 是徐吉 徐茂公的孙子 外号小一眼 姓徐明昆 自梦林 这人了不得 嗯 马杰说 我同意 这人行 就当毛氏 给我出毛画色 好吧 三天后准备起兵 到哪儿啊 教长点兵 又把小一爷爷请来了 前段接说 太子李治送行 起兵先到哪 先到汝南去找柴少 柴少插旗招兵 招了三万人 两下合兵是八万 小一眼和柴少一谈话 柴少发现 这个徐坤了不得呀 嗯 行 长江后浪 催前浪 一辈新人换旧人 看来小一眼将来不似于他的爷爷 咱们走吧 徐坤说不行 咱就这么走啊 大兵未动 粮草先行 山西一带粮草 被余文国的兵将都抢尽了 我们这边先调粮 路途遥远 怎么办 你们带兵呢 先去抵抗 粮草不管怎么地 能够十天半个月的 我这边随后给你催粮 我知道有地方有粮 我把粮草给你运去了 然后我就追上你们 咱们山西进城建 就这样 人家起兵走了 山灵狱到这 完了 山灵狱新凉 都怪我路上老当 你看 我舅舅 罗世忠就赶上了 怎么办呢 他问这个当兵呢 当兵说怎么办 你要有心 报效朝廷 随后追去 过黄河 过黄河 奔黄河 北岸 追赶老驸马 追赶元帅 马杰 要是不愿意去了呢 从哪来 回那去 多谢多谢 走 三位女将继续赶路 说什么 我们也达到目的 这天正往前走 前边不远 就是被黄河 眼前是村庄 再往前看 是山 他们没有进庄子 而是顺着这座山 往前去 就看前面这座大山 山不太高 山上有寨墙 大旗漂白 山上有片片的梯田 喝 有果树 有军兵巡逻 山领域对着不熟 哎 贤弟啊 这是什么地方 他为谁 崔小姐 崔元静说 这块我熟 离我家不远 这个山呢 叫灵观山 山之在主 那可是英雄 不服大唐朝管 自忠自吃 不娇良 不纳税 山里非常富裕 方圆百里人都支持他 方圆百里的人 既是老百姓 又是山上的冰丁 打仗 一块上 要种地 一块下田 这种咱别惹 咱绕过去吧 嗯 好吧 他们刚想过去 就在这边喊杀呀 打呀 打呀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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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呀 哎 林雨愣 这块还战鼓如雷 打起来 瞧瞧 瞧不见 为什么呢 有树啊 有山环挡着呢 从一马就过去了 嗯 到前进呢 看见了在对面山沟那边打仗 哎好啊 我说哥呀弟呀 咱打上去 别的咱看清楚谁跟谁打仗 那我瞧瞧 他蹭蹭蹭上树了 他站在了树叉的看着 哎那个穿白的那打一个 单凌说你光看见了我们怎么办呢 单凌站在马背上 马灯高坡一看 看清了 只见呢周围能有五六十人 围着几个人 七路一个人特别扎眼 因为这人穿的一身白好像是文人 周围有几个穿蓝色衣服呢 保护这个人 正杀的难分难解 哎就是一愣 怎么中间穿白衣服的人呢 他怎么看怎么有点像 梦生 又心腾腾一跳 是梦生 哎 不对 比梦生个矮 这阵呢 菜像南海上 哎 我说哥呀 我说那个怎么像你呀 穿白衣服那个 哎呀 小女婿哦 山林玉乐呢 别胡说八道 哪那么多小女婿啊 走 咱过去看看 等崔小姐看吧 明白了 林玉 周围哪伯人呢 穿的衣服 是山上的楼兵 山上楼兵 为什么抢劫 行路人呢 山上自中自吃 是公道歹王 难道中间围着个几个人 不是好人 山林玉说不对呀 穿白衣服那人 看着像文人 不像武将 不管怎么地 咱们过去帮个忙 好不好 咱把人救下了 完了再说 可告诉你啊 得罪林关寨 咱可好不了 雷玉说咱过去 就这样 这杰雅提战马 蔡相门后边 紧紧跟随 很快来到窃进 大司将 楼兵 你们为什么打劫 行路之人 这楼兵也不会说话 一牛脸 为什么呢 什么也不会 他到我们这儿 就该死 那么说我们到你这儿 也该死了 谁让你上这儿来了 上这儿就该死 我们打死路过 犯什么法 犯什么法 除了我地界就该死 你找死呢 这楼兵不会说话呀 拿斩马刀刷就过去了 奔淋浴的马 扛过来 蔡相南不干了 哎呀好小子 你敢打我哥哥呀 我要你命 他把三截棍 突就放开了 湖北三截棍 大家都知道 三尺一截 三尺一截 三截九尺中间 带套魂 可长可短 他哗啦啦啦 就这么一圈 噼啪啪啪啪啪啪 打倒四个 伤了八个 哎呀妈呀 好厉害 哎呀这可挺好 哎呀 哎 他一轮棍 回头问山林玉 我说哥呀 这块打伤人才 赔不赔钱 不赔 哎呀太好了 不赔钱 我就干吧 大锅一轮 天下太平 山林玉还逗他 哎 兄弟 你看穿牌衣服的没有 那个怎么样 挺好 那个是你小女婿 你救她去吧 哎 好了 傻丫头 轮大棍 劈着趴着 劈着扑着 打散了 搂了兵 来到窃进 山林玉 蹭蹭蹭 来到窃进 这么一看 这几个人是干什么的呢 只见正当中 站着个文生公子 有二十四五岁 中等身材 往脸上干 面如关玉 没分八才 目如朗星 转头端正四字海口 头戴方巾 身穿月白段的长衫 腰迹思涛 大红中衣 薄底的靴子 手拿一口宝剑 身上绷上血迹 长得十分儒雅 气动不凡 再在旁边站着一个 铃铃鱼 铃鱼看吓一跳 心想 哎哟 我真是没出过山沟 头会看见还长这模样的人 真是四十多 也才二十五六岁 身材不够四尺 长得瘦小枯干 尖头顶 尖下壳 高全顾 缩腮帮 两腮无肉 鸡鼻子 雷公嘴 两个追思巴 耳朵 一口的碎牙 黄娇娇的脸 哼 嘻嘻愣愣的 还有几根胡子 头戴马尾过凉 透风筋 英文高拉 三茶刺乌叶 边边戴顽口大 素容求英雄胆 神船青色短铐 寸牌骨头扭 胸雷狮子叛 灯龙碎 背后一扔 左右一夜 腰里记着 一巴掌宽的 丝轮大弹 下面是大刹兜当滚裤 足灯 薄底 烟云快靴 手中一把小刀 在那块 一个叫喘气擦汗 哎呀 可冒累坏了 哟 还这么玩 身后那几个人 看来是保护这个 文生公子 都带伤了 地下还躺两个 单凌玉还没等张嘴呢 那个文生公子 抢不弃身 紧走几步 宝剑 还入窍内 哎呀 多谢这位英雄 鼎力相助 我这有礼了 凌玉说没什么 举手之劳 不算个事 请问 这位人兄 你们怎么和山上楼兵交手了呢 呃 此乃是非之地 不可久留 呃 恩公 走到那边一续 哎 快告诉那位哥哥 不要追了 穷口莫追 哎 凌玉冲了远处喊 向南 贤弟 别追了 快回来 哎 就这样 单凌玉 蔡向南 崔文静 跟这个文生公子 急急忙忙的 下了山坡 在远处树林呢 还有十几个人等候 有马匹 随后 这几个人上了马 他们一口气 跑出二十里地 来到无人之处 这才下了坐骑 重新建立 这个文生公子 告诉几个随从 你们寻风料少 以防万一 我 在这 待会儿 来到里边 哎 恩公啊 你们是干什么的 从哪来的 哎 山凌玉想 我问你 你不说 先问我 哎 我可以告诉你 在下 金风寨人士 系善 自表凌玉 这是我的两个兄弟 他叫崔文静 他叫蔡向南 我们三个人 是投军的 因为余文国兵将 进犯中原 我们找柴驸马 投军 没想到去晚了 听说柴驸马 早就过黄河奔山西去了 我们随后追赶队伍 路过林关站 哎呀 原来是几位投军的英雄 好好好 要这么说 我也就不瞒了 我姓徐 丹子鸣坤 自梦林 我正是柴王爷 手下的参军呢 他一直旁边这个矮个的 瘦小枯干的挫子 这位姓侯 叫侯德之 别好人称 花壁虎 这是英雄之后 江文胡子啊 他的祖父 是瓦冈寨的英雄 侯登侯俊吉 他的父亲 叫侯云飞 在山西为官 此番我们都是跟着柴驸马到山西交战去的 哦 原来如此 侯德之赶紧说 哎 山公子 我跟你说吧 我陪着这位任凶啊 这是军中的参军 谋士 这也是瓦冈寨英雄后代 他的祖父 是徐吉 徐茂公 开国公的后代 少国公啊 我们这是奔山西去 哦 原来如此 徐将军 实敬 实敬 那么你们 怎么上这来了 哎 一言难尽呢 自从 余文国的兵马 打过燕门关 占领山西 大部分土地之后 朝廷 太子李治 着急了 和皇后 一商量 派五万精兵 元帅马捷 到山西 抵抗 余文国兵将 就叫我 随迎出征 我们呢 到了汝南 见到了驸马柴哨 柴驸马 也招了三万人 柴驸马 带着儿孙呢 全家一块出战 可是缺少粮想 说全国掉粮 那得多长时间呢 战线拉掉场 为了解燃眉之急 我呢 出了个主意 说林关山呢 这块有的是粮子 这是个粮仓啊 林关山的总侠 国家债主 他在山上自中自食 不向国家纳粮 不向国家交税 一年收成的粮食 够三年吃的 这么多年 你这么说吧 要是有个三万两万人呢 他能够拿出的粮食 够吃个三年二年的 我想到那借粮 给他留几个条子 将来我再还 我认为啊 可以 就这么 柴驸马和马元帅 出兵就先走了 我留下五百人 和侯将军 我们呢 就在这林关山一带 扫听扫听 拿耳朵一扫听才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